字幕提供 各位同學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談談 第十一單元 我們第十一單元是談到 述詞的邏輯語言 其實各位發現我們可以把它叫做 述詞邏輯語言 其實也可以把它叫做初階邏輯語言 那有些也會把它稱之為量詞邏輯語言 或者量化邏輯語言 它有各式各樣的翻譯名稱 不過它所指的都是一樣的語言內容 那我就來談談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新的語言 就是我們之前在第三單元曾經討論過 所謂的命題邏輯語言 在上一次的課程裡面 我們也談過所謂的傳統的語詞邏輯 那這兩個邏輯系統之外 為什麼我們還需要一個述詞邏輯語言 它的問題就出在這裡 各位可以看一下 命題邏輯其實它是用語句作為單位 也就是說它其實用一句話一句話作為單位 所以我們在傳統語詞邏輯的地方 我們就曾經講過說 它其實沒有辦法處理跟述詞相關的推論 好比說我們都知道三段論一個最簡單的推論 就是所有的人都會死 蘇格拉底是人 所以蘇格拉底會死 這個任何人一聽都知道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可是呢如果我們用命題邏輯來理解它 它反而變成一個無效論證 因為P跟Q不會推出R 所以這個其實是語句邏輯的限制 就是說它沒有辦法處理跟述詞相關的推論 所以我們顯然需要一個更好的語言 力量更強大的語言來描述這樣的一個語句 那傳統語詞邏輯問題又出在哪裡呢 雖然傳統的語詞邏輯我們上次講過 它可以用來處理一元述詞的語句 對不對 可是很可惜是什麼 它沒有辦法處理關係性的述詞 也就是說如果某個述詞描述的是兩個 以上的東西的關係的話 那這樣的語句呢 基本上傳統語詞邏輯就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它只能處理一元述詞 比如說我們用實例來考慮就可以 假設A大於B 它其實有兩種理解方式 如果我們用傳統語詞邏輯的觀點 你會把這句話看成說 有一個A 這個東西 它具有大於B的性質 那這件事呢其實很多的邏輯學家覺得說 這個理解方式對我們來有點怪 什麼怪法呢 各位在想 比如說現在都看到傅老師 假設我說傅老師比陳同學高 傅老師比陳同學高 那各位就想像一下喔 你能不能現在在我身上看到 比陳同學高這個性質 大概很困難對不對 就是你在我身上要發現這個性質很難 對吧 為什麼 因為我身上如果有一個比陳同學高的性質 那我可能就有一個比林同學高的性質 我有一個比張同學高的性質 那你都可以在我身上看到 這個聽起來其實是有點怪的對不對 因為我們似乎不會覺得這是 一個人身上可以看到的性質 就是你比某個人高 或者你比某個人矮 或者你比某個人胖 你比某個人瘦 這些應該不是在你的身上可以看到的性質 對吧 那通常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應該怎麼看這種關係性數字會比較合理呢 邏輯學家說我們關係性數字應該這樣看 就是說我們有一種關係叫做大於對不對 然後我把A跟B這兩個東西放進去之後 我們會發現A跟B這個組合 剛好會滿足這個關係性的數字 好比說A帶3 B帶1 那3大於1它就是滿足 那如果說你帶進去的是不滿足這個關係數字 比如說你把A帶1進去 把B帶3進去 這個關係就是不滿足大於這個關係 所以我們會覺得這樣的句子 用這樣來描述是比較合理的一個描述方式 所以因此呢 傳統的語詞邏輯也好 或者命題邏輯也好 它就沒有辦法滿足我們這樣的一個需求 所以呢我們就需要一個新的語言 來描述這樣的一個關係性的數字 我們既然需要一個關係性的數字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好 我們有什麼樣的新元素 在一個數詞邏輯語言裡面呢 我們會有什麼樣的新元素 我們需要什麼新的東西 第一個 我們會需要單稱語詞 單稱語詞就是說我們用來 指射個別的東西 那我們會用什麼代號呢 我們用小寫字母這個ABC來表示 就是說我們用ABC來表示個別的東西 好比說如果現在問你說 負號證是什麼東西 你就知道負號證是一個詞 對不對 那負號證這個詞指什麼呢 負號證這個詞就指現在你們看到的這個東西 你們看到這個東西就是負號證這個詞要指射的 所以你們知道負號證是用來指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的名字都是用來指一個東西 對不對 比如說我如果跟你聊天說 你知道那個林某某怎麼樣啊 你知道那個陳某某怎麼樣啊 當你在講這個時候 我們都知道你在指某個人 某一個東西 就是你的指射是一個特定的東西 那當然還有很多方式可以做 比如說我們可以用描述詞 最簡單就是我們用描述詞 好 什麼描述詞呢 比如說我如果說跟各位說 每週在台大 1點到3點上 邏輯的那個人 那個人是誰呢 那個人就是你們現在看到的副老師嘛對不對 就是如果告訴你說這個 在台大 校園裡面 這個每個禮拜一下午 1點20到3點10分 上課 上邏輯課的那個人 好 你們就知道 他講了一長串其實就要指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就是 你們現在看到的副老師嘛對不對 就是我會 每週都在這個1點20分到3點10分這個時間裡面呢 來上邏輯課對吧 那你也可以講的這個 用任何方式來描述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可以說現任台大校長 好 那你就知道 現任台大校長他也是指一個東西對不對 就指一個人 對吧 那你就知道當我這樣講的時候 你就知道我在講誰嘛 對吧 假設我說現任台大校長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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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我在現在講誰 對吧 或者現任台大教務長 是如何如何如何 你就知道我要講的是 我們學校的這個教務長如何如何 那個人 那個東西 是如何如何 好 所以 這些呢我們都把它稱之為單稱語詞 就泛稱為單稱語詞 就是你知道它是用來指一個 特別的個別的東西的 好 那除了用名字之外 我們最常使用的就是描述詞 OK 好 比如說那個站在門口那個人 怎麼還不進來對不對 好 那站在門口那個人也是一個描述的詞 你知道你是在描述那個站在門口那個人對吧 第二個呢是所謂的variable 我們需要一個variable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現在因為需要用述詞邏輯來描述的 除了剛剛講那個特定對象 我知道他是誰 他特定的這個是誰之外 另外一個我們就要講說 他有一些是不特定的 非特定對象對吧 有點像我們這個數學上的未知數一樣吧 我們都知道比如說 x 加 y 等於5的話 如果假設我們講說 x 加 y 等於5 對不對 好 我們都知道 x 代表一個數 y 也代表一個數對吧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 x 代什麼進去 你 y 可能就得到什麼樣的值對吧 所以意思就是說呢 這個變量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還不知道這個 x 加 y 等於5 這個 x 到底我要帶什麼進去 我現在沒有告訴你 我也還沒有告訴你 我要帶什麼數進去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個變量的概念 它這個 variable variable 意思就是說 它其實 是可以讓你填進任何的數字進去的 所以它並不一定是 沒有固定指設哪一個數字對不對 好 那就像我們在邏輯園也一樣 當我用到這個 x y 的時候呢 我其實用的就是一個變量的概念 我沒有指設什麼特定的對象 那第三個我們需要的新東西 就是含印 含印符號呢 其實是在表示 對象之間的映射關係 那什麼叫對象之間映射關係呢 比如說 我會給出這樣的一個含印 比如說 y 等於 f of x 對不對 那通常我們把 x 稱之為自變量 一般我們就稱之為 argument 那 y 我們就稱之為它的值 就是應變量 或者叫它的值 就是它的 value 那比如說各位想想看 假設我跟各位說 傅老師的太太 那各位有沒有心裡面想到 有一個人是符合這個條件的 對吧 是吧 就是 如果我們把這個含印看成是 y 是 x 的太太 那這時候呢 你把傅老師帶進去 你得到的就是傅老師的太太 對不對 你把這個校長放進 argument 憲政台大校放進去 那得到的就是憲政台大校長的太太 對吧 你把這個憲政教務長放進去 那他得到就是憲政教務長的太太 等等 你只要放了一個東西進去 那你就會得到這個 對不對 好比說你把周幽王放進去 那你會得到誰呢 你就會得到包式啊 對不對 就是你會把 各式各樣的人放進去 你就會得到這個 y 嘛 就會 有各式各樣的 y 出現 所以這個是表示它應聲 那這個 這個含印當然是可以 有複數的含印 複數的意思是說 這個含印可以一直加上去 比如說 我曾經聽過有人 在介紹別人對不對 請問你旁邊這位是你的誰啊 他說 這是我這個 叔公的 兒子的 表弟的 姑媽的 小孩的 太太 這樣子 假設他繞了這麼一長串 其實他就是一個複數含印的概念 就是一個一個加上去就可以了 ok 接下來我們需要述詞符號 述詞符號 述詞符號意思就是 在表達 n 個對象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很簡單 如果只有 帶一個東西進去的 通常我們就叫 一元述詞 那我們剛剛談過了嘛 最明顯就比如說 傅老師是男人 好 是男人這個其實是一元述詞 因為我們帶一個東西進去 就可以test 這句話真假 對不對 你把傅老師帶進去 這句話當然為真 對不對 那你把這個 蔡英文放進去 他當然就為假 就是你把不同的人放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這句話的真假 對吧 你把符號證放進去 符號證是男人顯然為真 蔡英文是男人顯然為假 對不對 所以這個你 這個我們稱之為一元述詞 就是你帶一個東西進去 好 那各位底下看到的就是 PA QBRXTY 這種都是一元述詞的解法 好 那麼二元述詞意思就是說呢 我必須要帶兩個東西進去 這句話才完整 OK 那我們有很多的二元述詞 譬如說 如果現在各位看到第一個 PAB 代表的是 AIB 如果PXY是表示XIY 那PAB就表示 AIY 愛是一個二元述詞 對不對 你如果是愛這個述詞 你如果只帶一個東西很怪 對吧 比如說你想想看 你如果帶說我愛 我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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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這樣講我愛的話 大家就會覺得你話沒講完 你只要說你愛什麼 對不對 後面要再加一個東西 這句話才完整 所以二元述詞就是 你一定要把這兩 放兩個東西進去 你才會覺得它是一個完整的句子 這個叫二元述詞 所以像 PAB QBC 還有RXY TYZ 通通都是二元述詞的形式 事實上它可以三元四元 一直到N元 所以看看你要帶幾個 如果你到N個的話 它就叫N元述詞 所以我們會有 一元述詞 二元述詞 三元述詞 四元述詞 等等等等 一直到N元述詞 那各位不妨想想想看 我們一般什麼時候會用到三元述詞 什麼時候一定要帶三個東西進去呢 我們其實 三元述詞 我們最常遇到的例子大概是這樣 比如說 A 介於 B 跟 C 之間 對不對 就是一個東西介於什麼跟什麼之間 這個一定要帶三個東西進來 A 介於 B 跟 C 之間 那這時候呢 我們一定要帶三個東西進來 這句話才會完整 所以這個叫三元述詞 OK 或者是說 我喜歡 吃 我喜歡某某人 勝過某某人 對吧 假設說 我喜歡某某人 勝過某某人 這個也是三元述詞 因為你要帶三個東西進來 對吧 所以呢 像這一類的呢 我們就可以說它是一個三元述詞 那當然 依此類推你可以有四元述詞到N元述詞 這個都成立 那特別提醒各位的 要注意的是這件事 就是說 在柱子裡面出現的所有 Term 呢 這些個體 基本上它是 Older pair 它一定是一個有序的排列 那就是它有一個Older在那裡 它不可以是任意的 像 PAB 跟 PBA 就不一樣 好比說 我舉個例子 假設 A 是蘇格拉底 B 是柏拉圖 對不對 那 PXY 表示 X 是 Y 的老師 那 PAB 的意思是 蘇格拉底是柏拉圖的老師 可是 PBA 就會變成 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老師 那這兩件事當然不一樣 對吧 就是 各位發現你把順序調換之後 你的語句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並不是所有的都可以 OK 都可以這樣子調換 所以 PAB 跟 PBA 這個是不一樣的 表示它們是一個 有順序的一個排列 所以它是不可以任意調換位置 再來我們還需要什麼呢 我們還需要量詞 這個其實是我們受到亞里斯洛的啟發 就是說 我們的量詞其實是要精確的 那各位如果不陌生 你就記得我們在 傳統語詞邏輯亞里斯洛那裡 我們曾經講過 我們所需要的精確的量詞 有兩個 對不對 一個叫做全稱量詞 一個叫做存在量詞 OK 那什麼是全稱量詞呢 全稱量詞就是像這樣子 它是 For all x For all y For all z 這些我們稱之為全稱量詞 那各位記得我們的讀法 A當然就是 A L L A 的顛倒 所以它會用到A來表示 再來我們有存在量詞 存在量詞其實會念成 For some x For some y For some z 我們會這樣念 跟之前我們的念法一樣 那因為它是existence 的意思 所以呢 我們會用第一個字母 1 把它倒過來 當作它的存在量詞 以前因為曾經 有同學問我說 這個 老師這個既然叫 for some 為什麼不要用 some 用那個 s 用 s 直接倒過來 後來發現 s 倒過來好像還是 s 這個 顯示不出什麼有趣的東西來 所以 其實它 它重點不在那個 sum 它其實那個只是一個 我們日常的稱呼 這個 用法而已 其實它更要強調的是 至少存在一個 也就是 存在量詞其實它要強調的是 至少存在一個意思 所以 雖然它在英文的讀法上 是用 for some x for some y for some z 可是它主要的用意思 是來告訴你 至少存在一個的意思 所以它叫做 存在量詞 那 之後我也會一直用 存在量詞來稱呼 for some x for some y for some z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有了這些新元素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 這個述詞邏輯語言 我們新的述詞邏輯語言 就會長什麼樣子呢 各位發現 我們述詞邏輯語言 就會很豐富 它比之前的這個 命題邏輯語言豐富很多 對不對 因為我們之前的命題邏輯語言 並沒有這麼豐富 那首先我們來看 邏輯語言我們都說過了 它是一個人工語言 對不對 你只要想到任何一個語言 它一定包括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符號 一個是行購規則 希望各位都來記得這一次 那第一個我們先來看符號 我們多了哪些符號呢 我們比命題邏輯多了很多符號 對不對 我們有名稱符號 abc 這個就是用來指冊個別的東西 這個剛剛說過 它就是指冊一個單來指 某個東西的名稱 第二個是variable xyz 這個我們剛才說過 然後我們有一個含印符號 我們用fgh來表示 這個其實是各位熟悉的 f of x 或者 g of x 或者是 h of x 學過的含印基本上 就是都用這樣的一個含印符號 來表示 所以我想各位應該都很熟 其實那個 x 代進去 我們就把 argument 得到的 y 就是 value 再來是我們的 n 元素詞符號 p q r 那各位知道我們在語言上 有些邏輯語言會特別為了要註明 它是一個 n 元的素詞 所以呢 會在這個素詞符號 像 p 的右上角的這個地方 ok 特別寫上一個數字 比如說它如果是一元素詞 它又寫個 p 1 如果是二元素詞 它就會寫個 p 2 之類它會加上一個 number 在那裡 它會加上一個數字 它加上一個數字的意思就是要 表明說它是幾元素詞 ok 好 那有趣的事情來囉 各位想 它可不可以是 0 元素詞 它可不可以是 0 元 也就是說它沒有帶任何東西進去的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嘛 對不對 因為如果它帶 0 的話 表示它就是命題邏輯語言裡面的 那些命題符號 如果它是 0 元素詞 那我們就是把它當成在 命題邏輯裡面的 命題符號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當然可以有這個 0 元素詞 所以不一定是要 一定要有 1 元以上才叫素詞 不是 它 0 元也可以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有量詞 對不對 就是 for all 跟 for some 我們兩個 那其實各位如果看到其他的很多 邏輯書上的這個 語言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其實這兩個只給一個 為什麼 因為它兩個是 inter-defined 就是它其實是可以相互定義的 相互定義就是說 我其實可以用 for all 就是這個全稱量詞來定義存在量詞 定義 for some 反過來說我也可以用 for some 來定義 for all 所以各位有時候會在這個邏輯書上 看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它其實 這兩個因為可以相互定義 所以有時候它會只出現一個 另外一個其實它就用定義的方式顯現 所以如果你看到它只有一個的時候 千萬不要以為它寫錯了 不是 它是告訴你另外一個 我就用定義的就好了 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在連接詞 各位都知道 我們這裡列了五個連接詞 基本的連接詞給各位 第一個是 negation 第二個是連言 and 第三個是選言 or 第四個是 conditional 假言 第五個是我們的等值符號 就是 if and or if 若且為若 我們給的是五個基本的連接詞 但是有些邏輯書它可能只給三個 好比說它只給 negation and or 然後就告訴你說 我們連接詞就是需要這樣 當然如果它只給三個 表示什麼 一樣 它也是告訴你說 我的 conditional 就是我的箭頭 還有我們的雙箭頭等值符號 它是可以被定義的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把它省略 這個我們在含印完備性的時候 曾經談過這樣的一個觀點對不對 所以連接詞也不一定要這五個 它其實三個也是足夠的 那接下來我們會多加一個東西 雖然在之前沒有跟各位說過這個符號 不過為了方便起見 我們也讓這個符號進來 就是我們的等同符號 identity 當然可以用等同符號來定義什麼 來定義不等於嘛 對不對 我們不等於會是什麼呢 如果是A不等於B 意思就是 negation 的A等於B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用 negation 跟等號來定義不等於 我們之後也會出現不等於這個符號 那各位就要記得 當我們出現不等於這個符號的時候 它其實就要告訴你說 它是用等於這個符號來定義的 所以雖然在語言裡面你沒有看到 不過它是可以藉由定義做出來的 不要忘記我們還有什麼 我們還有輔助符號 就是左括號跟右括號 OK 那一樣提醒各位 我們的左括號跟右括號呢其實是什麼 一定要乘雙乘對出現的 也就是你在每一個formular裡面呢 你在算括號數目的時候呢 你左括號的數量跟右括號的數量 應該要是一樣的 跟之前的規定是一樣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行購規則 行購規則我們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呢是原子語句 第二個部分呢是關於複合語句 那我們先來看原子語句 我們在述詞邏輯裡面 我們要特別把原子語句拿出來討論 各位如果問我說 那我們在命題邏輯的時候 沒有原子語句呢 有 在命題邏輯裡面 我們的原子語句是什麼 就是那些命題符號 最基本的就是那些命題符號 所以我們並沒有特別匡列 這個原子語句給大家看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規則很簡單 就是所有的命題符號 都是原子語句 那其他當然你加上連接詞之後呢 它就變成這個 加上這個邏輯算子之後呢 這個truth function 或者叫operator 你把它加上去之後呢 它當然就變成複合語句了 那在 述詞邏輯語言裡面呢 我們的行購規則分成 原子語句跟複合語句 那首先我們來看看原子語句 剛剛學了一個等同符號對不對 如果我們用等同符號呢 來連接兩個term 連接兩個語詞 tau 1 跟 tau 2 tau 是希臘文 所以 tau 呢 基本上是代表一個語詞 就是 term 的意思 所以呢 tau 1 等於 tau 2 這種都是所謂的原子語句 那什麼東西是語詞呢 語詞其實基本上呢 會有三個部分會產生在語詞 第一個是各位剛剛看到的 單稱語詞 指某一個individual things 的單稱語詞 對不對 就像 abc 這樣的語詞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 variable 就是變量 x y z 這些 第三個是含印符號 也就是說由對象帶進去的 含印符號所產生的新的值 這個也會是 term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 y 等於 f of x 對吧 那這個 y 其實就可以從 f of x 就代表一個 term 也一樣 所以呢 我們就發現 像 a 等於 b 或者是 x 等於 y 或者像 f of x 等於 f of y 如果你願意寫的話 其實它也是兩個 連接語詞的一個等同符號 那第二個原子語句的形式 如果 p n 是 n 元素詞 那麼 p a 1 到 a n 它就是一個原子語句 意思就是說 比如像我們剛剛講的 什麼介於什麼跟什麼之間 它是一個三元素詞的語句嘛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告訴我 a 介於 b 跟 c 之間 這個就是一個原子句式的樣子 因為它是一個 三元素詞 然後你帶了 a b c 進去 所以 a 介於 b 跟 c 之間 它就是一個簡單的原子句式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複合語句 複合語句這個之前我們已經學過了 很簡單 在命題邏輯我們有給各位相同的規則 就是如果 phi 是一個句式 那麼 negation phi 是一個句式 再來如果 phi 跟 psi 都是句式的話 那麼 phi and psi phi of psi phi of psi 還有 phi of psi 這些都是句式 兩個 formula 之間加上一個連接詞 這個都是一個句式 第三個是如果 phi 是一個句式 那麼 for all x phi of x 這個是一個句式 和 for some x phi of x 這個也是一個句式 意思是說如果有一個變量 前面是用全稱量詞綁住 或者用存在量詞綁住 那麼它就是一個句式 那各位就自然而然會發現一件事 如果你發現 它只有一個 phi of x 就是這裡呢 在這裡底下只有一個 phi of x 可是在這裡的 for all 不見了 各位仔細看這個 for all 不見了 它只有後面的 phi of x 表示說 在這個句式裡面有出現 x 可是前面並沒有量詞來量線 或者來綁住這個 x 如果發生這個情況的話 通常我們就把後面這個句式 稱之為 open formula 開放的句式 那這個開放式的句式 在我們這個語言裡面並不承認 OK 為什麼 因為它會增加很多困擾 不過呢 你會發現很多邏輯書 它其實是會 允許這個 open formula 就是開放式的句式 放在它的語言裡面 但是呢 我們為了方便其見 在我們這個語言裡面 我們就不允許它出現 否則的話各位就不曉得 那我前面到底要加什麼還不知道 好 那另外有一個情況是什麼呢 另外有一個情況是 你前面有 for all x 可是後面的句子裡面沒有出現 x 也就是說 你在前面有一個 for all x 這個變量 在這裡 for all x 出現 這裡有個 x 的變量 可是在你後面這個語句裡面呢 完全都沒有出現 x 那我們就會把這個量詞稱之為什麼呢 這個量詞其實就是多餘的 那多餘的意思就是 我們可以把這個量詞直接去掉 因為它其實是多餘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也不允許這樣的 formula 出現 因為這個都對我們會造成 額外的負擔跟困擾 所以我們為了簡單起見呢 我們就不處理 就是這種可能綁不到任何的變量的 還有呢有變量找不到任何的 量詞來限定它的 這個我們都不讓它出現在我們的語言裡面 好 ok 那當然 更重要的是各位不要忘記了 我們需要一個 c 的規則對不對 就除了規則 a 跟規則 b 之外 沒有其他的句式 這個我們稱之為封閉性條件 希望各位記得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這個 述詞邏輯語言的整個建構 那麼接下來呢我們就要來談談這個 十一點是有關於這個 述詞邏輯的句式 怎麼把它建構出來 好首先呢 我們來看看 假設我用 a 代表蘇格拉底 小寫 abc 就是指個別的東西 所以用 a 代表蘇格拉底 px 代表 x 哲學家 px 是一個一元述詞的語句對不對 那這個語句就是 x 是哲學家 那我們來想想看 p a 表示什麼意思 p a 這句話意思是說 蘇格拉底是哲學家 也就是你把 x 的位置 把蘇格拉底帶進去 那你就會得到 蘇格拉底是哲學家 ok 沒有問題 接下來 for all x px 我們念成 for all x px 那 for all x px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說 所有的 x 都是哲學家 那接下來這個 各位看到這個句子呢 它念成 for all x px 這個意思是有些 x 是哲學家 那接下來我們讓它複雜一點點 好 我們呢 用 a 代表蘇格拉底 用 b 代表柏拉圖 那我們現在給各位一個二元述詞 p x y 那 x 是 y 的老師 我們用 p x y 代表 x 是 y 的老師 那各位看喔 那如果我寫 p a b 是什麼意思呢 蘇格拉底是柏拉圖的老師 那各位如果還有印象 我們剛剛也說過 p a b 跟 p b a 不一樣 表示說 蘇格拉底是柏拉圖的老師 跟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老師 跟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老師 這兩句話當然不一樣 所以各位從這裡就可以看出 p a b 跟 p b a 顯然是不一樣的 它這個順序是很重要的 好 那再來 for all x for all y p x y 意思是什麼 是所有的 x 都是任意 y 的老師 那如果是 for some x for some y p x y 就表示什麼 有些 x 是某些 y 的老師 順便跟各位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在語言上 我們為了這個有點變化 念起來不會都同一個字眼 所以我們會用很多來代表 for all for all 我們在中文裡面 可以用所有 全部 任意 任何 各位只要看到這些字眼 它通通都是 for all 的意思 那 for some x for some y p x y 是 有些 x 是某些 y 的老師 這個有些跟某些也一樣 我們有時候會講有些 有時候會講某些 有時候會講一些 這些通通都是 for some 的意思 那這些看到 各位就把它當成一樣的 因為在邏輯語言裡面它都一樣 但是在一般的翻譯裡面 它可能會有一點點出入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 如果我們寫成這句話 for all x for some y p x y 表示什麼 這句話就是任何 x 都是一些 y 的老師 那我們把這個量詞調換過來 各位看到我現在把這個 for some y 放到前面來 它變成什麼呢 它變成 for some y for all x p x y 這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是說對某些 y 而言 所有的 x 都是 y 的老師 現在各位仔細看 這兩個句子的差別在於 我把量詞的位置換掉了 第一個是先出現 for all x 再出現 for some y 第二個是先出現 for some y 再出現 for all x 那各位仔細看 這兩個句子也不一樣呢 我猜應該有些同學會看得出來 這兩個句子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不一樣在哪裡呢 第一句話任何 x 都是一些 y 的老師 表示說各位想想看喔 假設我們有一個老師的聚會 對不對 各位想想看我們在台大裡面 假設有一個這個 找了一個會議室對不對 所有老師在裡面 那我走進去看 我就說 在座的 所有的老師都是某些學生的老師 這個合不合理 很合理嘛對不對 因為既然在座都是老師 應該是在座的每一個老師 都教到某些學生 這個沒有問題 但第二句話要講的是什麼 第二句話要講的是說 對某些 y 而言 所有的 x 都是 our 老師 那我進來就想啊 在這個會議室裡面所有的老師 會不會對某些學生來講 這個會議室裡面的呢 老師都是他的老師 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嘛 對不對 比如說如果我們這個 有某個系開這個系所物會議對不對 那有一個學生 搞不好修過這個系 所有老師的課 對吧 所以對這個學生來講 如果他修過這個系 所有老師的課 那意思就是說 對某些 y 來講 我可以找到這一些 y 然後這些 y 呢 所有的這個系上的老師 都是他的老師 那有趣的是這樣 有趣的是這樣 就是說這兩句話 如果就限定在某一個範圍裡面 各位想講這在一個系上好了 第一個 第一句話的意思是說呢 所有的老師 都一定教到某些學生 對不對 然後第二句呢是說 對某些學生來講 他修過所有老師的課 ok 那這兩句話 哪一句會蘊涵哪一句 各位不妨想想看喔 這兩句話有一個蘊涵關係 就是說 這兩句話既然講的事情不太一樣 對不對 那彼此之間會有一個蘊涵關係 那應該是哪一個蘊涵哪一個呢 各位不妨試試看 來試試看說 去判斷一下 這兩句話的蘊涵關係 應該是哪一個蘊涵哪一個 那如果你認真去仔細觀察 你會發現 哪一個蘊涵哪一個呢 應該是底下這句話 就是底下這句話 就是有for some 開頭的這個句子 會蘊涵上面這個句子 你猜對了嗎 好 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我們有一些y 有一些學生修過所有老師的課 那當然所有老師都可以找到某些學生 沒有問題對不對 因為所有學生都是他嘛 因為如果有一個學生 他已經修過所有老師的課 那就表示所有的 所有的老師都可以找到某些人事大學生 因為這個學生就是所有老師的學生嘛 好 可是呢 為什麼上面這句話成立 底下這句不一定成立呢 因為當所有的老師都教過某些學生 這句話成立 並不代表這些學生呢 你可以找到有一個學生 並不蘊涵說你可以找到一個學生 是修過所有老師的課 對吧 所以呢 這兩個其實是有蘊涵關係 是底下這句話為蘊涵上面這句話 希望各位呢 可以判斷出這個的不同 好 同樣的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個句子是 for some x for all y p x y 這個表示說 存在有某些 x 他是所有 y 的老師 好那底下呢是 對所有的 y 來講 都有一些 x 是 y 的老師 各位如果把它放在台大校園裡面看呢 這兩句話意思就是說 第一句話意思說 我可以找到有一個 x 某些 x 至少一個 x 他是所有台大學生的老師 好請問有沒有這樣的人 好可能沒有對不對 在台大裡面 可能沒有哪一個老師敢號稱他 教過所有的台大學生 這個當然不太可能 除非各位把那個 校長當成這樣的角色對不對 因為他對所有的學生都講過話 因此他就是全校的老師 如果各位這樣認定的話 那至少就存在一個 x x 他是全校的老師對不對 不過我猜 在其他的老師身上 你大概很難找到 有一個老師是 教過所有台大的學生 這個大概很難 好可是第二句話就很合理喔 各位想想看 對所有的 y 來講 對所有的台大學生來講 你都可以找到某些 x 是他的老師 當然嘛 因為所有的台大學生 一定都修過某些老師的課 所以 你就台大這個環境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上面那句話 這個可能它的合理性有待質疑 也就是說 你能不能找到 至少有一個 x 是全部的 台大學生的老師 這件事是值得質疑的 那底下那句話卻沒有問題對不對 因為對所有的台大學生來講 都可以找到某些 x 是他的老師 這句話倒是沒有什麼問題 OK 那這兩個一樣有蘊含關係 各位看得出來是哪一個蘊含哪一個嗎 是上面那個蘊含底下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如果有一個老師他教過所有台大學生 那當然蘊含所有台大學生都有老師 可是呢 所有的台大學生都有老師 不會蘊含他的老師會是同一個 所以上面那句話成立 底下這句話一定成立 反過來說 底下這句話成立 上面不一定成立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句話蘊含關係應該是 上面這句話會蘊含底下這句話 所以呢 這兩個是讓各位來分辨 量詞的位置不同 其實語句的意義是會改變的 就是說 我們的量詞的位置不一樣 語句的意義不一樣 所以量詞並不是可以隨意更換的 OK 那如果要隨意更換的話呢 它必須要符合一個條件就是 它必須是一個相同的量詞的情況之下 換言之 像我們剛剛的例子 for all x for all y p x y 如果它都是 for all 的話 那它互換位置沒有問題 for some x for some y p x y 也一樣 它這個互換的話呢 你把它換成 for some y for some x p x y 也一樣 如果它整個的序列 整個的序列都是同樣的 都是 for all 或者同樣都是 for some 的時候呢 它的位置互換是不會影響語句的意義 但是呢 如果它是有 for all 跟 for some 呢 彼此交錯的 那你就不能隨意把它更動位置 因為你一更動位置 它讀起來它的這個 語句的意義呢就會完全不一樣 在這裡提醒各位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行到 一元述詞的翻譯 那這個部分是很簡單的 各位可以看到這一元述詞呢 我們要怎麼翻譯呢 首先我們給各位一個一元述詞 就是 m x x 人 第二句話呢是 r x x 是理性的 那接下來我怎麼翻譯 A 句型呢 各位還記得 A 句型嗎 A 句型說的是什麼 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 那如果是 A 句型是 所有人都是理性的話 那麼我們要怎麼翻譯它呢 我們翻成底下這句話就是 for all x m x 則 r x 各位要特別注意 全稱量詞的一句 我們的連接詞會用箭頭 會用 conditional E 句型就是 所有的人都是不理性的 或者所有的人都不是理性的 所以呢 我們會翻譯成什麼樣子呢 我們會翻譯成底下這句話就是 for all x m x 則 negation r x 請各位特別注意 我這裡仍然用的是箭頭 conditional 就是全稱量詞的語句 我們用的是條件句 接下來是 i 句型 i 句型是什麼 有些人是理性的 那如果有些人是理性的話 那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呢 我可以找到某些 x 它既是人也是理性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用什麼連接呢 我們要用連演 用 end 來連接 所以它的句子會是 至少存在某些 x for some x m x and r x 就表示說 它是人 而且它是理性的 歐語句是 有些人是不理性的 對不對 或者有些人不是理性的 那這時候我們要怎麼樣去 翻譯這句話呢 一樣 它既然是存在量詞 所以要用連演 end 來做連接 所以 有些人是不理性的 或者有些人不是理性的 就表示我可以找到某些人 不是理性的 因此呢 我們可以得到的是說 我們存在有某些 x 對不對 然後它是 m x 而且呢 它不是理性的 所以它是 negation r x 那為什麼要這樣翻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全稱量詞的語句 都是用箭頭 就是用 conditional 存在量詞 就是 i 句型跟 o 句型 都是用 end 用連演 那這樣的翻譯有沒有什麼特別呢 有些同學會有疑問說 那我可不可以把這個全稱量詞 也翻成連演呢 為什麼不行呢 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各位回想一下 我們在第十單元裡面所學到的 這個傳統語詞邏輯裡面 我們曾經有學過一個對當關係 我們一個 a e i o 的對當關係 就是一個 四個角落分別是 a e i o 然後我們畫了六條線 然後我們又讓各位去判斷它是 運環關係 矛盾關係 矛盾關係 還是可同真不可同假 可同假不可同真 我們要讓各位去判斷這個關係 好 其中呢我們在上一次的單元裡面講過呢 我們的 a 語句跟 o 語句其實是矛盾關係 我們的 e 語句 e 句型跟 i 句型也是矛盾關係 好 那既然它是矛盾關係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它的真假值 必相反 我再說一次 既然它是矛盾關係 表示什麼 它的真假值 必相反 好 那必相反的意思就是說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把其中一個語句 其中一個句型的句子 加上 negation 那既然它是矛盾語句 它就應該變成另外一個句型 換言之 a 句型的否定 應該就是 o 句型 o 句型的否定就是 a 句型 同樣的 e 句型的否定應該就是 i 句型 i 句型的否定就是 e 句型 這個我們其實是可以拿來證明的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證明給各位看 這個是成立的 首先我們來看 a 句型跟 o 句型 a 句型跟 o 句型是矛盾的對不對 所以 a 句型的否定應該跟 o 句型是等值的 好 那我各位來看 在推論之前我們要先介紹一個新規則 這個規則我們稱之為 qn 規則 它是 negation for quantifiers 就是有關於量詞的否定規則 n 是 negation 的意思 前面那個是量詞 quantifier 就是量詞的意思 所以它是關於量詞的否定規則 那這個量詞否定規則意思是這樣 就是說呢 如果我們在 for all 的前面這個 negation 各位看到 for all 前面這個 negation 各位如果仔細看 你呢如果讓它移動它的位置 掃過 for all 就這樣掃過去 從 for all 的前面掃到後面 那這個時候呢 for all 會變成 for some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把它掃過去之後呢 這個 negation 跑到後面來了 跑到量詞的後面對不對 這個 for all 就變成 for some 這個是量詞的否定規則 換言之各位就可以把它當成掃描一樣對不對 掃過來掃過去 掃過來掃過去 掃過去的時候呢 for all 就變 for some for some 就變 for all 意思是一樣的 那首先我們來看 a 句型 各位可以先把 negation 遮起來看 它其實是我們原來的 a 句型 剛剛翻譯的 a 句型 我們現在在前面加上 negation 所以這個是 a 句型的否定 那我們現在證明它跟 o 句型是等值的 第一個 我們先把它移過去用 qn 規則 你就會發現 我們的 for all 變成 for some 在這裡我只做了一步 就是讓 negation 這個否定號 從量詞的前面 跑到量詞的後面 那這時候量詞呢 因為 qn 規則的關係 它就要從 for all 變成 for some ok 這是 qn 規則的應用 接下來第二步 我要把裡面的 conditional 利用 implication rule 把它變成 negation mx or rx 我們用的是 implication rule 我們在線性自然演義法裡面學到的 運含律 我現在做的工作是把 mx 的 rx 變成 negation mx or rx 接下來我要利用 de Morgan law 把 negation 放進去之後呢 讓 all 變成 end 然後兩邊各加一個 negation 所以各位會發現 我其實把 all 變成了 end 兩邊各加一個 negation 對不對 所以前面那個就會變成 negation negation mx 後面這個就會變成 negation rx 這個呢我們稱之為 de Morgan law 接下來我們再用 double negation 把 mx 前面的兩個否定號去掉 那各位就會發現 它其實就會變成 for some x mx and negation rs 這個我們用的是 double negation 做完之後你就會發現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的 O 語句 各位可以對照一下 所以我們的翻譯其實是要跟原來的觀點是一致的 也就是說我們那個翻譯之後 不能說你翻譯完之後呢 然後你的這個觀點很不一致對不對 就是這個傳統語詞邏輯的那個觀念在這裡呢 它就失效了 當然是不能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要這樣翻譯其實是有它的道理的 原因就在我們要讓這個觀點是保持一致的 就我們的邏輯系統 在這裡不會產生任何的這個矛盾或者問題 那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證明喔 反過來我們可以證明什麼呢 O 語句的否定跟 A 語句會是等值的 那一樣我們會有個 Qn 規則對不對 剛剛講過了 這個 Qn 規則呢 我是在存在量詞 for some x 的前面呢 放上 negation 對不對 你會發現它如果掃描過去的話呢 它會變成 for os negation 跑到後面來 那 O 語句的否定 各位如果把前面那個否定號遮起來 它其實是剛剛講的 O 句型的句子 接下來我要怎麼做呢 第一步一樣我們把否定號 變成 Qn 規則 掃過去 你就會發現 它的 for some 就會變成 for all 對不對 接下來 我要用 de more 跟 low 放進去之後 一樣它現在是 end 所以我們再把它變成 all 然後兩邊各加 negation 對不對 所以前面這個會變成 negation mx 後面呢原來是 negation rx 所以再加一個 negation 就變成 negation negation rx 是用 de more 跟 low 做出來的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 前面這個 negation all 我們其實可以用 imprecation rule 那後面的兩個 negation 我們可以用 double negation 來做 對不對 那要先做哪一個都可以 好 那在這裡呢 我們先做 double negation 你會發現 我們把兩個 negation拿掉 我們就會得到 negation mx or rx 接下來 我們可以用 imprecation rule 把它變成 mx則 rx 所以這個是 imprecation rule 蘊含率的應用 所以通過這樣的證明 你就會發現 O 語句的否定 因為果然跟 A 句型是一樣的 同樣的 E 句型跟 I 句型 可以不可以做這樣證明呢 當然可以 E 句型的否定應該跟 I 句型是等值的 對不對 所以一樣 第一句話這是 E 句型的否定 對不對 那首先我們一樣用 Qn 規則 把否定號掃描過去 你會得到 for some x negation mx 則 negation rx 接下來呢 我們一樣把裡面的條件句 就是 conditional 箭頭的部分 把它用蘊含率做成 negation mx or negation rx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用蘊含率做出這樣的一個結果 接下來呢 我們就用 demogen or 當然會變成 and 對不對 or 變成 and 之後呢 它其實兩邊各架一個 negation 你會得到 negation negation mx and negation negation rx ok 這次我們利用 demogen law demogen率所得到 那接下來呢 各位 我們都看到這裡有兩個否定號 對不對 叫去掉 我們當然不鼓勵一次做兩步 所以為了跟各位一樣 我們有一步一步做 我們一個一個來做 所以第一個 double negation 去掉 我們是把 mx 的兩個否定號去掉 第二次去掉 double negation 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兩個 rx 去掉 所以呢它是 double negation 我們一樣一步一步來做就好 雖然它這個規則一樣 那有很多同學一定覺得說 啊 幹嘛這麼麻煩 我們就一直拿掉兩個就好 當然這個直覺上這樣是很 ok 不過我說過我們的理由是說 我們還是鼓勵各位呢 一步一步來做 因為如果這個我們都可以允許兩步並一步啊 三步並一步啊 那接下來就可以很多步變一步 那這個我也不知道 到底你是真的知道還是這個不知道 其實這個很難判斷 所以我們會鼓勵同學們 一步一步把它做出來 這個比較重要 那最後一個證明呢是證明 i 句型的否定要跟 e 句型是等值的 那這個我很快讓各位同學看一下 根據剛剛的證明證明完之後 各位就知道這個其實很容易對不對 第一步我們用 qn 規則 掃描過去 for some 變 for all 接下來用 de more 跟 low 讓它變成 negation mx or negation rs 這是我們的 de more 跟 low 接下來用我們的蘊含率 我們可以知道 for all s mx 則 negation rs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的 e 語句了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 我們其實可以證明 i 語句的否定 也跟 e 語句是等值的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談到這個 二元關係述詞的一些重要的性質 那我們會介紹幾個性質 記得有的同學會關心等值關係 那各位知道我們之前講到的等值關係 其實跟這些關係述詞的重要關係 都有一些關係在這裡 我們要講的三個主要的 這個關係數值的性質 第一個呢是對稱關係 第二個呢是這個傳遞關係 第三個呢是自反關係 如果這三個關係通通都成立 就是如果有關係它既是傳遞的 也是對稱的 也是自反的 那麼我們就說這個關係呢 其實就是一個等值關係 那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各個關係之間的這個有趣的對照 那首先我們從第一個關係來看 對稱關係一般我們叫 symmetric 對稱意思是說 你如果想像在一個集合裡面 當裡面的東西呢 某個 x 對 y 有關係的時候呢 反過來 y 對 x 一定有這個關係 那麼我們就說這個關係是一個對稱關係 也就是對任意的東西 只要你發現 x 某個 x 對某個 y 有這樣的一個關係 那反過來 y 對 x 就一定有這個關係的成立 那就表示這個關係是對稱的 邏輯式子呢會寫成這樣 就是 for all x for all y r x 則 r y x 什麼樣的情況會是對稱關係呢 各位不妨想想看 在你的日常生活裡面 什麼樣的關係是對稱關係呢 比如說親戚關係 各位想看 如果告訴你 x 是 y 的親戚 那 y 是不是 x 的親戚 當然是嘛 對不對 就是如果你認為 x 是 y 的親戚 那反過來說 y 當然是 x 的親戚嘛 所以 這種關係我們稱之為 對稱關係 ok 那 當然有很多人會把這個對稱關係搞錯 有些關係它其實 不見得是對稱的 但是有很多人會以為它是對稱的 好 比如說像朋友啊 朋友一定對稱嗎 x 是 y 的朋友 y 是不是一定是 x 的朋友 當然不一定嘛 所以 所以有很多人會覺得 朋友應該是對稱的 其實不然 不一定 好 那有一種關係是這樣 我們把它稱之為反對稱關係 我們叫 asymmetric 意思是說 如果 x 對 y 滿足關係 r 那 y 對 x 一定沒有這個關係 好 好比說很簡單 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告訴你 x 是 y 的父親 好 這個關係一定是反對稱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我們不會有任何人的關係是 你發現某個 x 是某個 y 的父親 然後反過來你覺得 y 是 x 的父親 這不可能 對吧 所以 x 是 y 的父親 這個關係一定是反對稱的 ok 也就是說 這個對稱關係一定是 不成立的 無論如何這個一定不會有 這樣的關係 所以 這個我們稱之為 反對稱關係 好 所以在邏輯的式子裡面 它會寫以下這個式子就是 for all x for all y r x y 則 negation 的 r y x 意思是說 x 對 y 滿足這個關係 r 但是呢 y 對 x 一定不滿足 那如果 既不是對稱也不是反對稱 那我們就稱之為非對稱關係 什麼樣的關係是非對稱呢 好比說我剛剛舉的這個 x 是 y 的朋友這個例子 各位不妨想想看 x 是 y 的朋友 那各位就會發現 有些時候呢 x 如果是 y 的朋友 y 有時候會是 x 的朋友 可是有時候 y 不是 x 的朋友 對吧 各位再想想 你在校園裡面 偶爾聽到什麼 你會聽到那個同學的對話 會說 虧我把你當朋友 好 什麼叫虧我把你當朋友呢 意思就是呢 我把你當成我的朋友 可是你卻沒有把我當成你的朋友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個對稱關係就不成立嘛 就不見得 我把你當朋友 你一定會 把我看成是你的朋友 好 所以 x 是 y 的朋友 這個基本上呢 是一個非對稱關係 有時候成立 有時候不成立 對不對 有時候 x 是 y 的朋友 y 也是 x 的朋友 可是有時候 x 是 y 的朋友 y 不見得是 x 的朋友 所以這個對稱關係 有時候不見得是成立的 那接下來 我們來看傳遞關係 傳遞關係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 x 對 y 滿足關係 r y 對 z 也滿足關係 r 那我們就發現 x 對 z 一定滿足關係 r 意思是 x 對 y 有這個關係 y 對 z 也有這個關係 我又發現 x 對 z 一定有這個關係 那我們就說這個關係呢 是一個傳遞關係 好 那最簡單的例子是什麼呢 我們只要是比較的關係 都是傳遞關係 對不對 各位想想看喔 如果我告訴各位同學說 傅老師年紀比 0 同學大 好 0 同學的年紀呢 又比陳同學大 那你可不可以推出 傅老師的年紀比陳同學大 當然可以 對不對 因為只要是這種比較關係 如果我比這個 0 同學年紀大 0 同學年紀又比陳同學大 那當然傅老師的年紀 就會比陳同學大嘛 對吧 所以這種只要是這種比較關係 它一定是一個傳遞關係 就是如果是 a 比 b 老 b 比 c 老 那 a 一定比 c 老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子的 好 所以呢這個傳遞關係呢 我們在邏輯式會表示成這個樣子 就是說 對所有的 x 對所有的 y 對所有的 z 而言 如果 x 對 y 滿足關係 而且 y 對 z 滿足關係 而且 y 對 z 滿足關係 各位開套 那是 r x y and r y z 意思是說 x 對 y 滿足關係 而且 y z 滿足關係 則 x 對 z 一定滿足關係 我們有些關係是反傳遞關係 x 對 y 滿足關係 y 對 z 也滿足關係 那我們就發現 x 對 z 一定不滿足關係 它的事實就會寫成說 對所有的 x 對所有的 y 對所有的 z 來講 r x y 就表示 x y 滿足關係 r y z 就表示 y z 滿足關係 x 對 y 滿足關係 y 對 z 也滿足關係 則我可以推出什麼 我可以推出 x 對 z 一定不滿足關係 好比說舉個例子 各位想想看 我們剛剛講的 x 是 y 的父親 這個一定不會滿足傳遞關係 對不對 因為 x 如果是 y 的爸爸 y 是 z 的爸爸 那 x 當然不會是 z 的爸爸 對吧 所以這個一定是一個反傳遞關係 有些時候呢 我們會發現 它有時候可能成立 有時候可能不成立 對不對 有時候這個傳遞是成立的 有時候這個傳遞不成立 所以我們就說它是一個 non-transitive 就是一個非傳遞關係 非傳遞關係 那什麼樣的關係是這個關係呢 各位想想看 我們剛剛講到的 x 是 y 的朋友 就很明顯對不對 你想想看喔 假設 x 是 y 的朋友 y 也是 z 的朋友 那 x 是不是 z 的朋友呢 你就會說不一定喔 有時候是 有時候不是 對不對 有時候你會發現 x 是 z 的朋友 有時候你會發現 x 不是 z 的朋友 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下你會知道說 喔 x 是 y 的朋友 這個數值其實是一個非傳遞關係 也就是說呢 有時候可能 x 是 z 的朋友 有時候 x 可能不是 z 的朋友 ok 所以這些呢 就是所謂的這個非傳遞關係 接下來我們來看 自反關係 如果你發現我們在 domain 裡面 所有的 x 對 x 都滿足關係 就自己對自己有這個關係 那麼我們就說它是自反的 它的關係是呢 是 for all x r x x 各位想想看 有什麼樣的關係是 自己一定跟自己一樣的 好 比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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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和 y 一樣高 各位想想看 假設我告訴你 x 和 y 一樣高 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把 a 帶進去 你把 x y 的位置 都帶 a 進去 a 是必定跟 a 一樣高 b 是必定跟 b 一樣高 c 是必定跟 c 一樣高 這兩個位置 如果你帶相同的一個東西進去 它一定都成立嘛 就是 x 和 y 一樣高 這句話 你不管在 x 跟 y 的位置 帶任何的東西進去 你都帶 a 都帶 b 都帶 c 就表示說 無論你帶哪個進去 這句話一定都成立 那就表示 x 跟 y 一樣高 這個關係是一個自反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個人一定都跟自己一樣高 這個沒有問題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反自反關係 irreflexive 就是 每一個 x 對 x 一定不會有這個關係 關係 r 就是反自反 比如說我們剛剛舉的例子 x 是 y 的父親 對吧 你想想看 你如果把兩個都帶 a 進去 a 是 a 的父親 b 是 b 的父親 這個一定不成立 對吧 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人是自己的父親 對吧 因為我們人不是透過無性生殖 不是說副老師在那邊抖一抖 然後就出現一個副老師出來 對不對 這個不可能嘛 就是我不可能是我自己的父親 所以呢 x 是 y 的父親 它一定是一個反自反關係 表示什麼呢 表示它不可能有這個自反關係 不會是自己跟自己的關係是成立的 OK 所以 表示什麼呢 就是對所有的 x 來講 x 跟 x 一定都 不會滿足 r 關係 這個我們就稱之為 反自反關係 它一定不會成立 那當然有自反關係 反自反關係 我們當然會有非自反關係 就是有時候成立 有時候不成立 好比說各位剛剛很熟悉的 x 是 y 的朋友 好 如果我問各位同學說 x 是 y 的朋友 那自己跟自己會不會有這個關係呢 比如說 你帶 a 進來 a 是 a 的朋友 這句話成不成立 b 是 b 的朋友 也就是自己是自己的朋友 這句話成不成立呢 好 我猜很多同學都會覺得說 有些人會覺得他成立 有些人會覺得他不成立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呢 每天回家都鼓勵自己說 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朋友對不對 自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對不對 好 那有很多人會把自己當成自己的朋友 就是你把它放進去 可是有些人卻不是這樣的 因為有些人搞不好回家的時候呢 就自己對自己說 哎呀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敵人 我要克服我自己的缺點 我要勇敢的征服我自己 等等等等等等 這種敘述都是在講說 這個自己是自己的朋友 這句話不一定成立 所以 x 是 y 的朋友 如果在這個觀點底下 他可能會是一個 非自凡關係 OK 那各位就想想看喔 我們其實呢 有很多關係是值得好好思考的 比如說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各位覺得 x i y 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呢 好 會有很多人呢 其實對這個關係看不太 比較看不開 為什麼呢 因為他搞錯了 比如說如果有人跟對方講說 我那麼愛你 你怎麼可以不愛我 好 假設各位聽到這種 話出現的時候 各位想想看 他是把 x i y 當成什麼關係呢 他很顯然是把 x i y 當成一個 對稱關係對不對 也就是說 如果 x i y 那 y 就一定要愛 x 可是這個會成立嗎 這個當然不成立嘛 我們都知道 x i y 應該是一個什麼關係呢 x i y 顯然應該是一個 非對稱關係 也就是說 x i y 不代表 y 一定要來愛 x 對吧 他可能愛 可能不愛 都有可能 好 所以呢 有很多人對這樣的一種 這個關係的思考呢 其實是需要 有一點點冷靜的思考 才不會把很多的關係弄錯了 OK 就是說 有些人會覺得說 愛情應該是一個對稱關係啊 只要 x 愛了 y y 就一定要愛 x 對吧 所以各位也不乏聽到說 有很多人會說 這個父母對孩子的 這個愛呢 是不求回報的 表示什麼意思呢 這個爸爸媽媽很愛小孩 小孩一定會愛爸爸媽媽嗎 也不一定 對不對 反過來說 有些小孩很愛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一定很愛小孩嗎 也不一定 對不對 因為我們也有很多這個 虐童的事件會出現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實這個愛呢 就是一個非對稱關係 所以 我們其實在 這個有時候呢 沒有搞清楚這個關係的時候呢 容易誤會了 就是說 你把 這個 x i y 當成一個對稱關係 可能就會對你的生活帶來一些困擾 所以呢 各位其實可以想想看 這些關係呢 在應用在日常生活裡面 它其實可以對我們產生一些 思考上的幫助 那以上 就是我們的 第十一單元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